所以我要求的一件事情是 我的普通话有台湾口音吗 就是我的相应有台湾口音吗 有有有 我们都觉得很亲切 那我更开心了 就说明我们不婚彼此 12号 演员胡歌快闪台北 与台湾年轻导演 青年影视创作者展开对谈 对话中 胡歌鼓励年轻创作者 要坚持梦想 即使过程辛苦 也要对这个行业充满热情 他说 自己多次和青年导演合作 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跟这个台湾的年轻的创作表态 我是一个既便宜又好用的演员 如果大家有好的剧本 好的项目 一定要记得找我 与胡歌同场座谈的台湾年轻导演表示 很期待与大陆资深演员近距离交流 我觉得任何一个青年导演 或是任何一个 能跟一个资深的演员做交流 都是非常难得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尽可能的 有什么能交流 我都蛮想交流 胡歌早年因演出电视剧 《仙剑奇俠传》 展露头角 21年来其代表作 包括《射雕英雄传》 《狼牙榜》 《伪装者》等 近期他在王家卫 指导的电视剧《繁花》中出演主角 深受两岸观众的喜爱 此次胡歌访台 有许多台湾观众 守在活动现场外 其中有不少是电视剧《繁花》的剧迷 想要一睹保总的风采 他对一个从小人物翻身 然后又跌落的那种 掌握度又更高了 喜欢胡歌 如果的锁定一幕也是他